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日文1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吴志秀 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地学习日文 那么在三个讲次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如何用日语来描述人或者是东西的位置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形容词的用法 同样的在课程开始之前欢迎邱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琪玛老师 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我们已经学会了很多的句型跟单字 但是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背起来有一点点负担呢 老师建议各位同学以句型为单位 每天学一个句型还有一点点的单字 这样不但可以减轻学习上的负担 也会记得比较劳哦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继续努力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日本料理は美味しいです 日本料理很好吃 所以这一课的美味しい就是我们要讲的形容词的这个用法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一课的单字 请同学们跟着邱老师来练习 じゃあ練習しましょう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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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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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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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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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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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身 京都 お寺 神社 神社 いい いい よい よい いそがしい いそがしい おおい おおい おおきい おおきい ちいさい ちいさい あつい あつい さむ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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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かい たかい ひろい ひろい きび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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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さ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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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もしろい おもしろい みなさん よく練習しました たか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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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い たかい にん 冷漠的等等 那么中文里的好的的话呢 日文有两个字来表示 一个就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那么这两个用法 它都是指好的的意思 那么这里的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非常的意思 比如我们说 非常的热叫做 那么如果说是 非常贵的话呢 那应该怎么说呢 とても高い 那么如果非常好吃的话呢 那么叫做 とても美味しい 所以我们可以把 とても放进来 表示它的程度的加强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做 这个句型的一个套换练习 台湾の夏 とても熱い 好那么整句会变成 台湾の夏は とても暑いです 台湾的夏天 非常的炎热 あの先生 とても厳しい 那么句子的话会变成 あの先生は とても厳しいです 那个老师非常的严格 この教室 とても広い 会变成 この教室は とても広いです 这个教室 非常的宽广 勉強 とても忙しい 那么句子会变成 勉強はとても忙しいです 这个功课 课业非常的忙碌 あの本 とても面白い 那么会变成 あの本はとても面白いです 那本书非常的有趣 台湾の冬 とても寒い 那么会变成 台湾の冬は とても寒いです 台湾的冬天 非常的寒冷 あのカバン とても高い 那么会变成 あのカバンは とても高いです 那个书包 非常的贵 あの先生 とても優しい 那么会变成 あの先生は とても優しいです 那位老师 非常的温柔 好 那么以上 第一个句型 我们学习的是 意义形容词的 肯定型用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学习的是 第二个用法 意义形容词的 否定型的用法 このカバンは あまり高くないです 这个书包 不太贵 那么在中文里面呢 这个形容词 它并没有任何的 变化方式 可是在日文里面呢 形容词可以改成 否定型的用法 那么以下就是 我们意形容词的 肯定型跟否定型的 一个对照 那么请同学们 来看看 这个意形容词的 否定型呢 就是把 余尾的 意改成 くないです 或者是 くありません 这两种形态 这两种形态 都是否定型的用法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比如我们说 おいしい おいしい 这个意形容词 如果它的 肯定型的话呢 就是 おいしいです 这是肯定型的用法 那么如果在 否定型的话呢 把余尾的意 变成 おいし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おいしくないです 那么整个句子 就变成 否定句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做 这个句型的练习 比如说 あつい 那么就变成 あつ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あつくないです 就变成 否定型 寒い 但它的否定型就是 寒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寒くないです 高い 它的否定型就是 高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高くないです おいしい 它的否定型 就可以改成 おいし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おいしくないです 広い 那它的否定型 就可以改成 広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ひどくないです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例子 中村先生呢 他是非常的温柔的 やさしいです 这是 肯定型用法 好 那么 新形容词的 否定型呢 比如说 あの食堂は 高くありません 高くありません 就是否定型用法 不太贵 那么中文里面的话呢 这个意的话呢 有两个表示 好的用法 日文里面的 意跟 おい 都是好的的意思 那么这个 你要请同意 注意下的是 这个意的话呢 它没有自行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改成 否定型 改成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用 おい来代替 那么意的话 就变成 よ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よくないです 那么这里 要请同学们 特别的留意 意的话 不能够改成 否定型 只能用 よい来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 amari 的这个用法 那这个 amari 如果它的后面呢 搭配的是 否定句的话呢 就表示 不太的意思 不太的意思 譬如我们看 amari 那它就是说 不太热 amari 这两个是 否定型的用法 amari 是副词的一个用法 后面加 否定型 表示 不太的意思 amari おいしく ありません amari おいしくないです 就表示 不太好吃 的意思 好 amari 高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是 amari 高くないです 那它的意思就是 表示 不太贵的意思 好 那么 寒い改成 否定型 变成 amari 寒くありません amari 寒くないです 那么它就表示 不太冷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句型 我们先讲到 这个地方 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来做 句型的练习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做 依雄词的 否定型的 句型练习 那几同学们 一起来练习 あの食堂 高い 那么可以变成 あの食堂は amari 高くありません 那个餐厅 不太贵 学生は 多いです 那么改成 否定型 就变成 学生は amari 多くありません 学生 不太多 勉強は 忙しいです 好 那么改成 否定型 就可以变成 勉強は amari 忙しくありません 功课呢 不会很忙碌的 台湾の 冬は 寒いです 那么改成 否定型 就变成 台湾の 冬は amari 寒くありません 台湾的 冬天 不太冷 この カバンは 高いです 那么就变成 この カバンは amari 高くありません 这个 包包 不太贵 あの 先生 は 厳しいです 那个 老师 很严格 好 改成 否定型 就变成 あの 先生 は amari 厳しく ありません 那个 老师 不太 严格的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要来做 一行用词 肯定 跟否定型的 问答 练习 この カバンは 高いですか 这个 书包 很贵吗 如果答案是 肯定的话 就是 はい 高いです 那么 否定型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答 いいえ 高くないです あなたの 部屋は 大きいですか 你的房间 很大吗 好 那么 回答 如果是 はい 的话 就回答 はい 大きいです 是的 很大的 その本は 面白いですか 那本书 很有趣吗 如果答案是 いいえ 的话 我们就说 いいえ 面白くないです 不要趣的 勉強は 忙しいですか 学业 很忙碌吗 如果答案是 はい 的话 就说 はい 忙しいです 很忙的 台湾の 冬は 寒いですか 台湾的冬天 很寒冷吗 答案 如果是 いいえ 的话 那么就说 いいえ 寒くないです 不 不能的 教室は 広いですか 教室 很宽广吗 如果答案是 いいえ 的话 那么 应该说 いいえ 広くないです 不 不宽广的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要学习 是本课的 第三个句型 今日はいい天気 です 今日はいい天気 今天是好天气 那么 いい形容词 它用来修饰 后面的名词 的时候 它直接用 いい的形态 来修饰名词 那么 いい形容词 可以来修饰名词 它的描述 它的形状 它的大小 颜色 还有它的特质 等等的东西 所以 いい形容词 用いい 来接续 后面的名词 譬如我们来看 いい天気 那么 いい天気 就是好天气 的意思 美味しいケーキ 就是说 好吃的蛋糕 中村さんは 今日はいい天気 今天是好天气 東京 大きい街 那么 句子会变成 東京は 大きい街 东京 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江口先生 優しい人 那么 句子会变成 江口先生 は 優しい人 他会变成 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これ 広い教室 那么会变成 これは広い教室です 这是很宽广的教室 これ 面白い本 那么会变成 これは面白い本です 这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课的句型重点 我们讲到的 依形容词的 肯定型用法 否定型用法 还有它 接续名词的 形态的用法 那么只要同学们 记住这个句型 把我们学过的 不同的单字 套换进去 那么自然就可以 造出非常多的句子出来 那么请同学们 好好的练习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 我们的生活绘画的部分 好那么刚才 我们学的是 本课的重点 一形容词的 肯定用法 美味しいです 否定型 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学习的是 本课的一个 生活绘画的短句 那么请同学们呢 跟着我们绘画的短句 来练习 这个一形容词的用法 那么首先 请先看到 我们这一课的VCR 请不吝点赞 好那么这个绘画呢 它的发生的场合 是在一个party里面 那这两个人 第一次碰面呢 再问他 您的出生地 在什么地方呢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绘画的句子 ご出身はどこですか 出身是指出生地 你的出生 ご出身的这个go的话 是用来指 对您的尊敬的 称呼用法 那么在日文里面 我们说过 我们尽量避免 直接叫人家anata 就是很不礼貌的 一个字anata 它只能用在 比较亲密的人 或者是晚辈的身上 所以我们说 ご出身はどこですか 它的意思就是说 您的出生地 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同学注意一下 京都です 京都是京都 京都就是 我们常常很熟悉的 就是它是一个 文化的一个古都 京都です 京都 そうですか 哦原来如此 そうですか 这个时候呢 它的口气呢 应该是往下掉的 表示 哦我知道了 是在京都 京都は古い町ですか 那这个京都呢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吗 古い町 这个古い就是 我们说的一形容词 那它的后面的话呢 直接修饰这个町 城市 所以古い町 就是古老的城市 京都它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吗 はい 古い町です 是的 它是个古老的城市 所以古い直接修饰后面的町 古老的城市 お寺らや 神社が多いです 这个お寺ら 就是指寺庙 神社 神社 お寺らや 神社が多いです 这里的中间 お寺らや 神社 这里用や来连接 那这个や 我们之前学过了 它就是表示列举的用法 表示除了 お寺ら 还有神社之外 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我现在只有列举两个 お寺ら 跟神社 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这里用や 表示列举的用法 它有很多寺庙 还有神社 等等的东西 啊 そうですか 这个 啊 そうですか 就是指 哦 我知道了 原来如此 那这个地方 そうですか 一样要 口气要往下调 表示我知道了 原来如此的意思 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这个ところ 是指场所的意思 场所 いい就是指好的 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哦 它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那这个地方 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它用的是ね 那这个ね的话 它的用法是指 做确认 表示说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是吧 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同 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吧 好 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呢 跟着邱老师 来练习一次 じゃあ 練習 しましょう 哦 五出身 五出身 はどこですか 五出身 五出身 はどこですか 京都 です 京都 です そうですか 京都は古い町ですか そうですか 京都は古い町ですか はい 古い町です はい 古い町です お寺や神社が多いです お寺や神社が多いです ああ そうですか 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ああ そうですか 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皆さん よく練習しましたね 好 那我们这里讲到的是京都 京都它是一个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城市 希望同学们有空的话 找个机会到京都去看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的VCR再看过一遍 请同学们跟着VCR好好再练习一次 じゃあ皆さん 一緒にどうぞ ご出身はどこですか 京都です そうですか 京都は古い町ですか はい 古い町です お寺や神社が多いです ああ そうですか いいところですね はい 皆さん よくできました 同学们都練習得很好 那么请同学不要忘记了 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好好把我们学过的日文运用上来 每天随时不断地找到场面 就好好的练习 自然而然的话 你的日文就会变得很棒了 好 那么请同学们请加油 那么最后呢 是我们本课的怀念歌曲的单元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 Momodaro-san 淘太郎 请欣赏 桃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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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やりましょう やりましょう これから鬼の精髪に ついて行くなら開けましょう 行きましょう 行きましょう あなたについてどこまでも 嫌いになって行きましょう そりゃ進め そりゃ進め 一度に攻めて 攻め破り 潰してしまえ 鬼ヶ島 面白い 面白い 残らず鬼を 攻め伏せて うんどり者 応援やらや バンバンざい バンバンざい お供の犬や 猿吉は ひさんでくるまえんやらや みなさん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同学们觉得怎么样 这首曲子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就是 摩摩大陆さん 淘太郎的歌曲 那么希望你会喜欢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讲 依形容词的用法 依形容词的肯定型 还有它的否定型 还有连续接续名词的时候的形态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总复习 比如说 我们说 今天不太热 那么就说 今日はあまり熱くありません 熱くありません 是熱い的形容词的 这个否定型用法 那个餐厅不太好吃 あの食堂はあまりおいしくありません おいしくありません 不太好吃的 功课非常忙碌 勉強はとてもいそがしいです いそがしいです 这个是 いそがしい的 这个意形容词的肯定型用法 这本书很有趣 この本は とてもおもしろいです とてもおもしろいです 所以这里 とても的用法 就是我们副词的用法 所以 とても可以加在肯定型前面 来表示这个程度 所以 おもしろいです 有趣的 那么 とてもおもしろいです 就是说 非常的有趣 再来我们说 这个包包很贵 このカバンは とても高いです 所以 とても高い 就是说 修饰它非常的贵 那么在否定型的时候 我们还有用到一个 あまり的用法 这个あまり 后面加否定型的时候 就表示 不太的意思用法 比如说 あまり熱くありません 不太热 あまり高くありません 不太贵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同学们 把今天的这个句型 好好地记熟 那么 好好地复习 那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还要介绍的是 那形容词的用法 那么请同学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下次再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